日本匯率持续在低点 因此不少台湾民众喜欢前往日本 不过现在出现了像是这样的 灵媒施炸团 他会假装跟你问路之后 锁定你 要求你 交出手上的现金 还有珠宝等等 两名的台湾富人就因此受骗 因此告诉大家 出门在外千万不要落单 不过又有一个状况是这样子 这是一个30岁的网友 他是选择自己一个人跟团到日本 不过他就很疑问啦 他说自己一个人跟团去日本的话 很卢很奇怪吗 因为他强调在过程当中 不断是由长辈来问他说 你怎么会自己一个人来啊 让他觉得稍微有一点困扰 不过贴文po上网之后 不少人告诉他 其实不用想太多 因为整个不用想行程 而且省麻烦相当方便 还告诉他这样子 你就有机会脱颅了 为什么呢 因为只要在整个行程当中 不断的跟这些长辈打交道 包含些叔叔阿姨 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儿子女儿 女儿等等的话 就可以介绍你 告诉你啊 有更多的联谊对上 联谊机会 好 不过由于说呢 这个更多人前往日本 也要注意什么状况呢 那么就是日本政府 开始发现了 他们的税收减少 哪一部分的税 就是消费税 原因就在于说啊 他们现在开放的 这个海外旅客免税制度 锁定的都是提供给这些游客 包含说你消费到一定金额 只要拿着你的这个护照 就能够退10%的消费税 不过却被不肖人士给利用了 他们现在查出有许多的大陆民众 他们前往日本啊 都会狂扫一些药妆店的免税商品之后 再转卖 造成哪一些结果 他们认为说在背后可能有庞大的组织在支持 因为他们不仅是会在网路上招募这些买手 告诉你可能会有一些费用可以领取之外 甚至还po出了像是打工职缺 告诉你只要帮忙买这些免税商品 就可以拿到日薪2000到4000块钱不等 吸引更多人参加 不过像是这样子的状况 日本方也发现大国药妆店 长期都跟陆克来勾结 已经逃税达3亿日元 相当于是台币5970万 另外还有大型的卖场通通也涉入案件 他们预计是在2025年的时候会有一个新制 那么就是新制要告诉你 拿着这些免税商品必须到机场来确认数量之后 才能够办理免税 不过到底日本民众如果来台湾的话 最喜欢哪些东西呢 包含说现在就有孔姐告诉大家 像是一些零食啦牛嘎饼 还有一些小泡芙都是日本民众最爱 面膜文具泡面货是杂货 也都是他们最喜欢带回日本的 有一回他就发现有民众一次是带了三大包 通通都是这一些商品 也认为说在台湾买这一些商品的话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便宜 可以分送给日本的亲友 那么以上这节特推播话题 再把时间交还主播